214 東方日報 全曾慶紅黨校活動法勞騷 2015年7月15日兩岸A29 本部綜合報導 據香港集資披露 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上月在中央黨校一項活動中 稱自己遇到新問題、新壓力 並止憲法和中共黨將 並無規定高幹家屬不能經商和出國定居 他法勞騷時被打斷 於是起身離牆 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聲稱遇到新壓力 報導指 曾慶紅6月30日出席中央黨校理論研討會 會想你提大法勞騷 聲稱自己遇到新問題、新壓力 由此憲法和黨將將找不到任何規定高幹家屬不能經商 不能進金融領域 不能在外國發展 不能在外國定居 報導還稱 當勞騷被打斷後 曾慶紅起身離牆 海外傳媒組前指 曾慶紅的兒子曾偉零七年 捲入侵吞國企七百億元人民幣資產醜聞後 與妻子移民澳洲 零八年在悉尼七句 若是中共才一人的ицêu購買豪宅薏佣曝陸 llev丫行蹤 千萬ư保美eld invari indirov��� Constituc